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进行互换战斧 各自是换回了50名战斧 这是俄罗斯发动战争之后 双方第36次的交换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对克拉玛托尔斯克一处乌军临时军营 发动了火箭袭击 一共是奏成了600名乌军丧命 乌克兰官方驳斥这个说法 当地居民也表示 没有建筑物遭到摧毁 也没有人员伤亡 获释的乌克兰战俘在回国的车上 士气高昂的唱着国歌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进行互换战俘 两国各换回50名战俘 这批乌克兰士兵是驻守在 车诺比核电厂和马力波时 招服 获释的俄罗斯士兵 也搭上返回莫斯科的专车 乌克兰当局表示这是俄罗斯发动战争以来 双方第36次交换战俘 共计有1646名军人 和平民返回乌克兰 不过俄罗斯八号宣称 以火箭攻击乌东盾内刺客州首辅克拉 马托尔斯一处临时军营 摧毁两栋建筑 殲灭乌军超过六百人 俄罗斯此举是为了报复乌军 在跨年夜以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 总攻击盾内刺客州的俄国占领区 马克耶夫卡一处临时军营 乌军宣称有超过四百名俄军丧命 俄军则表示有八十九人死亡 不过路透车记者实际走访 克拉马托尔斯发现两栋建筑外观 并无遭到飞弹或火箭直接命中的 迹象也没有严重毁损的情况 至于白俄罗斯国防部八号宣布 江汉俄罗斯举行空军联合军演 时间从一月十六号开始到二月一号 长达半个月 但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始终表示 是不会介入这场俄罗斯发起的特殊军事行动 公司新闻这位蕾翔编译